陳煥仁這日出席電台活動宣傳8月的演唱會 瘦了不少的他會不會在演唱會裏面鬆一下肌肉呢 在演唱會我不這麼想要脫衣服 因為我覺得我的身材 我現在不是標準健身模特兒的身材 不過因為保持得好 所以如果主辦真的堅持一定要的話我會考慮 為了演唱會會盡量把訓練減輕 因為需要跳舞而且需要彈樂器 我不想痛著上台所以我會把訓練減輕 當然不能夠沒有 所以現在在平衡的過程當中 今次演唱會最大的挑戰 應該就是要跳防彈少年團的韓式競舞了 不敢 我沒有說要挑戰 我沒有說過要挑戰BTS 我只是說 我是說因為很仰慕他們 所以很想跳他們的內情舞蹈 而且今次我身邊的所有的朋友的小孩子 都有很多的小妹妹都喜歡BTS 因此一提到韓式舞蹈 第一件事就提起BTS 演唱會嘉賓方面會有些什麼驚喜的名單呢? 我有請一兩位朋友看他們有沒有空 不過我沒有特別給他們壓力 就讓他們看他們有沒有空 全部就通知我 然後有一位我做The Voice的導師的時候 我的學員Kenny Lo會從馬來西亞飛過來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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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